随习功德 这个太重要了 人都有供高我慢的心 都有嫉妒嗔恨的心 这不是学来 与三拟俱来 那从哪里看呢 你看两三个月的婴儿 没人叫他 两个婴儿在一起 都是两三个月 你当中放一块糖 你看他们两个就在竞争 他不会让 两个都抢 强盗的 你看他有个态度 没有强盗的 他就在那边哭 大哭大闹 你能够看出这个小孩 傲慢的心 嫉妒的心 嫉妒的心 惩恨的心 都看到 绝不是人叫他的 这叫居身烦恼 那这个烦恼是严重障碍 怎么断呢 随喜功德就可以断 看到别人好 没有基督心 没有障碍的心 我修随喜 随喜的功德 跟他的功德 是一样的 不但我不障碍他了 我要尽心尽力 帮助他 圆满 为什么 他圆满 是我的圆满 没有两样啊 他是一盏灯 一支蜡烛点亮 我这支蜡烛 没点亮 我借他的光 把我的点亮 我的亮跟他亮是一样的 这叫随喜功德了 如果你有傲慢性 不愿意别人在我之上 有嫉妒性 想方法去伤害他 破坏他 你造的业就中了 如果他做的这种好事 或者得到名文利养了 是他个人的 你破坏他 你障碍他 这个罪亲 为什么呢 你伤害的只是一个人 如果他做的是公义慈善事 是利益广大群众的 你去障碍他 那个事情可麻烦了 那个结罪是什么 没有得到这个利益的是吧 多跟你结罪 这个事情麻烦了 跟大众就对人越多 那个利益的时间越长 你一定麻烦就越大 凡是利益众生的谁 你随起的功德打了 你把他破坏成罪过大了 没有方法去弥补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不懂 你犯了 不能受被罪 一样有罪 这个事情真是麻烦透了